留著一頭俐落短髮 以證人身份被誓檢約談 他就是這次黎巴嫩爆炸案的呼叫器 代理公司BAC台灣負責人 無姓女子Telisa 訓後無保請回 董事長有沒有什麼想要說的嗎 另外經阿波羅公司董事長許清光 經過肉液的偵訊後 同樣維持證人身份無保請回 他強調決沒有參與設計和製造 且與BAC對接細節 全由Telisa處理 而據大姐Telisa過去是經阿波羅公司的業務 2022年不明原因遭知遣後 應承到國外參展 認識匈牙利BAC廠商就此擔任台灣窗口 但巧合的是BAC也在同一年 跟經阿波羅開始合作 貼牌授權關係 雙方已經交易三年 這位出事爆炸的BB Call機型AR924 出自阿波羅System HK 這是一間位在香港的倉庫 並沒有直接生產 而台灣另一間阿波羅System辦公室地點 就位在台北市內湖負責人 則是Telisa 這兩年大概出口了 二十六萬套的BB Call 從來沒有發生過爆炸的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很肯定的講 台灣生產的這個BB Call不會爆炸的 經濟部長強調我國出口產品 從沒發生爆炸情形 檢查初步調查爆炸呼叫器的本體 與零組件也都和經阿波羅公司無關 認為公司只是提供Logo 但負責海外業務的Telisa 到底知不知情其他細節 也成為檢調要釐清的關鍵之一 協助製造有爆炸性的BB Call 可能會涉犯殺人罪 重傷害罪及傷害罪的幫助犯 最高可處死刑 無疾徒刑或十年以上的有疾徒刑 如今檢調和國安單位動起來 要查清楚這些呼叫器來源 避免讓台灣受到無望之災 被國際貼上負面標籤 繼續來張欣申報道 大賊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